诶 路上怎么有块石头 让我来翘一下 我不是石头 我是皮股萌怪兽 原来是一只小怪兽啊 竟然打我的刀 不要打我 不要打我 哦 这是谁 天啊 是塞罗奥特曼 可恶的雷德王 你又在欺负弱小了 看我来收拾你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欺负弱小 这个奥特曼太强大了 打不过还是跑吧 你没事吧 皮股萌 我没事 谢谢你 塞罗奥特曼 我把这个蛋送给你吧 皮股萌把一个变形蛋 送给了塞罗奥特曼 这会是什么变形蛋呢 出现了一张脸 这原来是皮股萌的变形蛋 看起来好萌啊 哈哈哈哈 我是最厉害的怪兽 看 这是被我打败的怪兽 它叫双尾 是超古代怪兽 被我打败了 哈哈哈哈 这时候 迪迦奥特曼出现了 可恶的怪兽 看我来收拾你 迪迦奥特曼一拳 把出现的怪兽打败了 被打败的怪兽 变成了一个蛋 这是什么变形蛋呢 它的头藏在了肚子里 这只怪兽有两只尖尖的脚 它的手是两条长长的鞭子 这不是刚才出来捣乱的怪兽吗 可惜 遇到了迪迦奥特曼 它以后再也不敢出来捣乱了 突然从天空 飞下来一只鸟形的怪兽 这时候 艾斯奥特曼飞了过来 它告诉怪兽 快点离开这里 怪兽好像不听话 它对奥特曼发起了进攻 艾斯奥特曼被打倒了 这时候 它穿上了帅气的披风 充满了力量 艾斯奥特曼发出了必杀光线 被打倒的怪兽也变成了一个变形蛋 这会是什么变形蛋呢 这个蛋可以从中间张开 张开之后 出现了怪兽的肚子 然后怪兽的尾巴藏在了后面 接下来 把怪兽的手和脚变形出来 最后是怪兽的头 出现了 原来这是刚才的鸟形怪兽 那你们知道 艾斯奥特曼打败的这只鸟形怪兽 叫什么名字吗 不好了 一只蓝色的大怪兽又出来捣乱了 这时候 杰克奥特曼飞了过来 杰克奥特曼又对战的这只怪兽 看起来好厉害啊 它的身上有很多尖刺 它的头上还有一个非常尖的脚 杰克奥特曼穿上帅气的披风 他又来发出他的必杀技 杰克奥特曼手里拿起了武器 对着怪兽发起了致命的一击 蓝色的大怪兽被打败了 变成了一个变形弹 让我们来把这个变形弹变成攻击状态 这是一只迷你的小怪兽 它的头上有尖尖的脚 那你们知道杰克奥特曼打败的这只怪兽 叫什么名字吗 如果你们知道的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给我们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